北京时间10月14日,NBA季前赛已经全部打完,在10月17号,NBA正式迎来18-19赛季常规赛。 当天,有76人凯尔特人、雷霆勇士两场比赛,这两支球队非常有看点。 76人和绿凯,都是一支充满天赋的球队,未来注定可能会成为东部强有力的竞争者。 而雷霆经过引人和改变实力上升明显,不知道能否拥有何勇士一较高下的能力。 说到有实力征换的球队,火箭队自然算是其中之一。 火箭在季前赛的表现不错,不仅首发球员的表现很不错,板凳上的替补轮换球员也非常出色。 安东尼和麦浅为自然首当其冲。 当然火箭依旧也有不少没有必要存在的合同,毕竟火箭之前的球队足足有19位人员,常规赛马上来到,火箭开始处理这些。 根据火箭官方给出的消息,火箭已经采掉了五位球员。 从最早就别采掉的真谛来开始,火箭还放弃了罗德里格斯、桑普森、伯尔特和塔伯克洛。 其中罗德里格斯、桑普森是本周采线下的球员,而塔伯克洛被他也在球迷的意料之外。 毕竟他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全面性还是值得肯定的。 采掉这些球员后火箭目前仅剩下14人,这也标志着莫磊想要得到巴特勒的欲望已经越来越小。 面对外界的交易才艺,格登也接受了采访他表示,我一切都好,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参加揭幕战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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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